原來有三十幾戶人家 到後來三個都沒冠 到我們在調查國家公園的時候 剩下一戶就是村長 管他太太跟小孩三個人 一戶就村長 那為什麼都跑掉 因為他在這裡 小孩子要到上學是到長樂去 從長樂或者到恒春 恒春菜園 他七點鐘準備好便當給他小孩 開始用走的 走到學校的時候 恰好十一點四十五分鐘 準備吃一個便當 便當吃完再走回來 可以回到家吃晚餐 這樣就沒有時間進去 因此後來一戶一戶搬出去 只要有小孩兩年輸就沒有人會住 搬到後來剩下一戶就是那所村長 那我要去住的就是在那個村長家做吊廠 以前都沒有人嘛 而且那個馬房說到什麼程度啊 哦 我做一個狗猜的 登山寫裡面 七夕五六隻 吃到肥子餅 肥子餅我這樣靠出來 弄得死 弄不死 麻煩 你直接把它切成兩個 變成兩隻 有一次到處來 那個村長說 不要把它弄死 來來來 這個拿來烤很好吃 好噁心 但是他們在野外自然 我前一天談自然情操 來跟各位講那些佛子的故事 野牛的故事 什麼的 當時遇到的這些自然界的狀況 當時一個樣期做好 有別人看過那個 野兒命運嗎 對吧 然後開始做調查 最恐怖的事情 你知道嗎 我本來不是以為我要解決 台灣這個沒有人解決過的問題 我要手搖不齊的怎麼樣做嗎 然後等到我真的設了 開始做調查 再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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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張啥 我不知道 這一張啥 不知道 一張啥 一個樣區有160C10種 裡面有大概100種 不懂 這個好啦 一開始變號 unknown1 不知道你 unknown2 unknown2 可能喔 調查一天喔 第二天在那個 南仁山的山領的時候喔 那種挫敗感 中午坐下了 要吃便當拿起來要吃 一支麻煩就掉到我的牌飯了 那個便當是那個村長給的 又就是 我騙你吃 喔 那夠牌吃 然後呢 就反正鼓掌吃好了 那隻麻煩在那裡吃得很好 很辛苦 一直坐在南仁山領 放生大哭 哭完怎麼辦 人家說到他天亮也要繼續做這邊怎麼辦 就一個人在山上裡面 拋了好 真的 按漏會難漏都不知道 沒有關係 做標本 出來的時候 扛著多少標本 一個這樣打,然後到那邊緩緩緩,慢慢一張一張,有人問就是非常感恩 那種知識能夠得到的夢,就是這樣,然後第二次再去就好一點 第三次,原來一個樣區調查了一個禮拜才調查好 接下來一天就能解決一個樣區,接下來一天可以解決很多樣區 植物越來越清楚,當時就是昨天跟你們支持的那個楊國珍,楊老師跟著我在做 跟著我在做呢,他後來好厲害喔,我問他那一刻是什麼東西,系列蠻投稿的 我說你亂說,你連看都沒看,他說有啊,我用摸的啊 他已經熟悉到,一摸就知道這一刻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熟悉嘛,熟了一身腳嘛,你知道 所以他後來會講啊,他後來到博士到什麼樣 他覺得一輩子這些學習還是跟我在那幾年的時間啊 就感覺到學習到學到最多,為什麼?那是因為他懂得自我學習 我只是,恰好跟他認識這樣而已 然後啊,這一段時間啊,真的是進入到怎麼樣啊 有花底彩,有狗,遺哉,然後經過男人三點的痛苦 進入到不但是自己,連跟我一起做的學生也變成職務模糊見定法 然後啊,也發現整個,那個一個下來以後才發現 真的,有些植物只有在三點出現,有些真的只有在溪谷 然後他們都有昏布期限,然後每一個植物的昏布就像自然的交響夜 夜補上的怎麼樣的陰節,怎麼樣的這個昏布狀態 我告訴你,所有的植物就是每一個每一個音子 上帝是種子彙 那個時間啊,我告訴各位 那个时段就是怎样啊 就是 平眼交响起 然后慢慢的 我就渐渐地知道 平来造物主是交响业的种指挥 也才知道 哇 那个时候那种 运旧的那种美感 快感越来越多 终于知道了 很多 每天出去 都有新發現 那我發現那個時段 我記得我的拜法兄弟叫做真理 我們在野外的話 是跟真理當得出去的 哇好驕傲 我們到野外做調查的時候 是那種荒野大標課 是一種行俠仗義 是一個怎麼樣 這個我已經跟你們講過 形成有一種 只要有太陽 如果我沒有在野外做調查 我就有罪惡的 在這段時間 又恰好 1981年11月15號 登義山 義山的人們師生受出現 交代我一個責任 要解答台灣 生命的前世的精神 當我越來越理解了以後 我終於知道快慕你的秘密 我終於知道冷山的奧妙 我終於知道有一種 苦血的種種 生命的痕跡 所謂生態所謂理論到 生命的情感等等 淡淡的 我已經進入到 你們知道在我帶橫死我的幾首 英雄交響起第二A章 儒歌的刑犯 在形容拿破崙 從凱旋歸來 經過凱旋的 那個音樂出來就像大象 喝的爛醉在跳 又好像第五號 鋼琴協作起 黃帝一樣的華麗 我竟然在所謂的 真理的那種喜悅 當中 也如同昨天告訴你的 就很像阿基里德 在想那個福體的音樂 全都不成功 在那種情況 另一方面 我又看到在圖書館裡面 我自我教育的是圖書館 我在台大吉路系圖書館 看到的圖書資料 報告奠定我的 整個的一生的裡面 因為那裡面 日本人的詛咒 讓我覺得非常雜實 不過日本人 我才了解台灣這一件福地 他很棒 跟狗里過來的 真的差很差 因為你本人做的事情 就是對這個國情形 他那個整個販存在裡面 所以有機會再多談一點這個 那裡我是在植物系 在森林系 在種子 只要跟我生態植物有關 我就是影印 後來那個農業農圖 有一個圖書館裡面 後來我們就認識 後來就因為我太常去了 每次我最大堆出來營運 我要有自己的一套東西 營運營運 反正給我知道 這個這個這個 甚至於呢 我後來離開學校以後 幾十年了 打個電話他還幫忙 我收集一點資料 都有這樣子的人 那在這裡面我自己 然後就看到了 比如說這裡面的 真正教育 我是來自 看到日本人的研究報告中 比如說其中有一天 一九一七年 松田英二 他寫了一篇 追思相馬先生 相馬 英文就是 相馬 這個人 日本人就是相馬 真山男 這個相馬真山男 其實不是一個很夠水準的 不能這樣講 日本時代水準很高 國小的老師 那個小學校的老師 校長 那個對本土人的水準 都不會比現在的大學 甚至於都比大學的 那個老師 教授過多厲害 當時這個相馬真山男 他呢 也後來採了一些植物 很多都是第一次採到 命名就是用他的名字 就是Somai 像台灣有一種 相馬式 但是他在一九一七年 九月二十二號 突然死了 意外生亡 結果有一個他的朋友 叫松田林河 就寫了一篇 追念相馬先生 他怎麼寫 給各位聽 他寫中 自然科學的研究 是很高級的字業 你知道職業跟職業的差別 字業就是interested 職業就是properm 對啊 那他這樣寫 自然科學研究 是一種高級的字業 我認為沒有什麼 比這個更重要的 然而 當我親眼看到 相馬先生死亡 這個大事實的時候 我知道 光是做自然的研究 五官的研究 理性的研究 是不夠的 這些之外 還要有第六感的研究 研究以外的探索 你知道他在寫什麼 原來他是把自然科學研究 就當作是最崇高的一種東西 可是當他的朋友 突然死的時候 他才發現 光是這個研究 這樣是不夠的 還有所謂第六感的研究 你要知道 他面對死亡的時候 連死的宗教 全超被促動啟發 那接下來怎麼說 所謂自然的研究 不是大多數人以為的 樹木跟草花的研究 那就是植物研究 不是地層跟石頭的研究 那就是地層跟地層的研究 不是朗蛇以炸門的研究 那就是動物的研究 他說不是這些 而是透過這些 去做理盡生命 最層層的造物主的神的重建 如果你問我 我採集研究植物的目的是什麼 進入山林的目的只有一個 是想要看看造物主的奇異的事業 我的目的在這裡 收採集研究 只不過是為了觀察 更深奧的廟堂之上的 某種東西的程序而已 最後發布 不是寫給別人看 是為了將來的回憶而寫 那麼在大二、大三、大四 不斷地念著這些 不斷地念著每一篇 paper 我在研究在自然科學裡面 突然也會看到這樣子的文章的刺激 漸漸地去思考到一個研究者 背後需要有哪些含量 科學是冷漠的嗎 科學是理性跟這些什麼 就是衝突的嗎 經濟發展跟生態保育 這個環境保護就是衝突的嗎 從來不是那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 1998年 1998年我自己在南騰調查 200多公里 銀塗一草銀木 這樣區 當時我認為所有的職務 我都認得 我沒有辦法容忍我 也我不懂得 但是如果你帶學生出去野外 明明那個地方你已經走了幾十次 你一草銀木哪有那個不知道的 但是只要帶人出去 這個學生不知道好死不死 就隨便抓一個你就沒有看過 你就知道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難典 因為你只熟悉哪一個地方 因為你不熟悉 一家一家你不知道 另外一個人就挖出那個東西 你就死在那裡 我那個年輕的時候 我當助教的時候 受不了學生問我不懂 也要打掌人衝到人 老師這什麼樹 一掌一掌 未知樹 未知樹 他就開始背未知樹 抓到一個草不知道 我做什麼 豬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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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我自己做難典 不准自己認得 沒有什麼不認得 那個時候我在國療公園 我下下教 很厲害 2005年 我在學校 我去再調查一次 比照18年 王寶川變成什麼樣子 以前我一掌一掌都懂不准得懂 18年後我發現 你有一種事物我真正認得 因為我已經知道做多 如以認知我的無心 我已經知道的拓撤 如以不讓我再掛造成功 因為物種的變化 真的是大到實體上 你要認識一種東西 他也會 更何況 我終於知道了 幾十年的營救職務 原來營救的是我自己 然後 你在當教授什麼 帶這個同學上山 像有一次 帶著剛開創的生態學研究所 去鳥嘴山 因為那個時候 原住民 有幾個地方說 那個樹多大 那個快木多大 要我去鑑定 他們要找可信任的人 然後就找去 我就帶著整個師生們的山上 到山上幫他癢 幫他癢 但是呢 我在那個現場就看到 那一片快裡 哇 漂亮 那個快木 大天 兩千萬里 兩千萬里 大千里 那大天 我就趕快走 跟其他人 偷在 再來坐下來 欣賞一下 你知道嗎 那個古道士 那個陽光邪照過來 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頭影 動靜 聲響 氣溫 整個是一個流暢的 然後坐在那邊 環繞一周 從這邊看到這邊 這一棵樹 大約兩千年 這一棵大約一千五百年 這一棵五百年 這棵老樹已經枯死掉 正在分解 那一邊那個小苗正在成長 我眼前只要這樣繞一周 這些樹木的樹林加起來 超過一萬年 那種美感跟戰鬥 一萬年來 他們從來都沉默 那種美感跟激動 也唯有沉默能解 在那裡 後來我自己呢 帶著學生 像上到很寬山 像講解那個冷山 一種植物 講了快要五百張的換生片 自以為我比冷山還了解冷山 但是因為你知道 我現在在講課的我是一個我 我另外一個靈魂波跳出來 在那邊看著我 這個時候正在講課的我 對那一個主體在觀看著我 已經變成他 於是我在河安山上課 就寫了一部文章 那個天空中的 我指著這個現在正在講話的 這個他不以為 他比窗外那個冷山 那個他更了解他 但是不管怎麼樣也就不管怎麼樣子 他還是只是他 他永遠還是他 你不知道聽我來講什麼 這個時候呢已經進入到什麼呢 不再是成年 不再是所謂的第二類歌 已經進入到貝多芬 後期耳朵全部乾隆之後的 前夜市重奏純音樂的斷範 這個時候可以連累到 整個西洋哲學史上 我欣賞兩個哲學家 一個是福爾泰 最對立的後 很漂亮 就來 一個是施賓諾沙 施賓諾沙講的一句話 最大的善就是能夠讓我們的心靈 和自然整體相連結的知識啊 這個時候的音樂已經進入到 這個時候的音樂已經進入到 若有是無啊 然後記得呢 在這個同時候呢 1980年代呢 我們要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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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